优扬的古珍音乐萦绕 让人陶醉其中 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古珍之美 在基隆开设古珍音乐教室的周祈恒老师 首度在基隆社区大学的春季班 开设这门养心古珍课程 最大特色是将千年古珍文化与养生气功相结合 让民众学习古珍也同时养生 我会把我们古珍2500多年的文化 还有800多年的养生气功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这样让每一个来弹古珍来学习古珍的人 就是不光是有学习到这门乐器 而且就是滋养我们的身体 像我们人活一口气 那我们在弹奏这个古珍过程中 不光说是用手指去弹奏 而是用我们这个气去推动这每一个音 在一呼一吸当中提升我们身体的能量 让我们的气顺畅 我们就是说当我们的人身体气顺畅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比较不会淤堵 这从养生方面也很有帮助 同时也滋养我们的身体五脏六腑 我们的五个手指 弹琴的五个手指刚好是五脏 从小就接触古珍的周祈恒老师 是嫁来台湾的新住民 每当思念家乡与家人 就透过弹奏古珍来抒发心情 因为其实我嫁过来台湾 真的就是除了先生 那就是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那古珍一直是我的一个忠实陪伴 那所以也不能常常回家 那对思念家人 就是可以找古珍情愫 当家人就是父亲走了 母亲又走了 然后情绪的抒发 也都是靠古珍 因为有些话不敢跟朋友讲 也不想太多的 给朋友增加负能量 所以当自己又不想讲 或者是又不方便讲的话 古珍一路以来 就是作为我的心灵的一个陪伴 我觉得未来一直会陪伴的 就是到老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基隆社区大学春季班课程 将于三月开课 喜爱古珍的民众 可把握机会报名 让古珍的月身 丰富您的日常生活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这一天 啊 啊 谢谢观看